大家好 咱们接着上节课的讲一个Hello World的这个应用程序 上节课咱们在安装这个GPD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卡特别卡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给大家去一步一步的做演示 然后下课下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文档 就是链接这个博客上面就写的比较好 就是整个GPD的安装 其实也没有几步 这里边把链接给大家写出来了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链接去安装一下这个GPD插件 这个就是我得对上节课的一个补充吧 然后呢 咱们接着上节课内容讲 咱们把这个整个Hello World的一个基本要做的事情给明确了 然后下一步咱们就说一下什么去做这个事情 首先咱们去要实现这个部署流程 或者是开启流程这些工作 首先需要把流程服务引进来 也就是说把流程这几个服务注入进来 咱们去怎么去注入呢 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 咱们首先得了解是不是许入这种方式 就是咱们用注解去把这些注入进来 咱们大概有五个服务 第一个服务就是 流程那个部署管理服务 咱们首先把它去注入进来 咱们把这些注入进来 然后把这几个引入进来 I-S-O-U-R-C 引入的是annotation就行 然后把这部署流程服务引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个服务给注入进来 这个就是流程的一个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 流程管理部署发布 它这个服务就是为这个做准备的 然后紧接着是咱们其他的一些服务 咱们把它一直都注入进来 注入进来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咱们先把这些个 共同有五个复制一下 然后从这儿去拷贝进来 诶 重复了 是这个 eqsum service 管流程实例的 下一个是task series 管流程任务的 下一个是history series 查看历史流程的 最后一个是identity 就是流程的一个 这笔PM管理一个 就是管理局角色那块身份认证的那个东西 它这个比较少 就是一般身份认证 咱们都是用了自个儿的身份认证 咱们把这个手字母大写了 表示它这个类 然后把相应的类都引入进来 它们这些都位于这个ORG.GBPM的API里边 然后给它加一个注释 第二个是流程实例的一个管理 第三个是流程历史的一个管理 这个流程历史的一个服务 这个是流程任务管理的一个服务 咱们把这些服务师都加上了 大家就是多看几遍就每一个都记住了 总共就这么点东西 然后身份管理的多看几遍 然后记住了 然后这样就把这个流程 整个GBPM的几个核心服务都注入进来了 注入进来了以后 相当于这个些都是咱们的一个工具类 咱们的对Spring来说 其实说白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单例的一个模式 它这是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单例的 里边这个类或者叫对象 咱们拿来去用就行了 第一步咱们就部署流程 首先咱们去给它一个路径 叫Request Mapping 这是咱们Spring MVC的东西 咱们就叫它Deploy 部署流程 没有Name 那部署流程当然是用这个第一个服务了 流程管理部署的服务 怎么怎么怎么够进行呢 我这个只是告诉大家 怎么用具体的 使用一些详细解释 在后边会讲到 这是用这个Creative 这个部署流程 从Creative Pins 最后Deploy一下 然后就部署好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部署流程 它最后返回的是一个流程 部署流程的一个定义的一个ID 咱们把它打印出来 咱们先在上面也打印一个 然后把下面这个结果也打印出来 咱们让它Return Return到Index 让它返回到这个主页面上 然后这里这个部署流程 这里边就是咱们部署流程这个方法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用这个服务 启动一个部署流程的一个工具 然后去部署流程 下部是告诉你从哪部署了 这个流程 这个实例 这个规则是从哪得到的呀 是从ClassPass里边得到的 然后是ClassPass 咱们就把这个文件 考过来 就是文件名称就考过来 它就会在ClassPass下 找这个文件名称 这根目录下 当然是咱们这么去说 就是根目录 这个也是在根目录下 那这个目录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Configure下 这儿一定要加Configure 就说这两个目录对应就行 然后用Deploy 你然后一下就部署完了 部署完了返回这个流程实例 这个这部串就是ID 然后让它打印一下 然后最后让它返回到Index界面上 咱们在Index上面 咱们去做几个部署的一个标签 然后去让它点击一手部署 相当于触发这个部署动作 这儿好小呀 咱们把这个GSP这儿也改大点 看有GSP吗 GSP这儿是在哪改 咱们拆一下啊 具体的 来到这个里边 哎 就是这里边 那改大了以后 就大家看到方便点 再大一点 因为这个咱们视频分辨率还是很高的 如果低的话 太小的话 这儿太小的话 看到非常不舒服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嗯 这儿就特别大了 大家看着就特别明白 部署流程 让整个给这个链接 链接让它链接就是直到这个路径下就行 咱们首先把这个dbpm的根目录 然后是hello目录 然后 外点度 为什么加点度呢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SPRMVC的一个规则 就是咱们这个web插码里边配的一个 只有点度的请求 才能被SPRMVC拦截到 大家看了 然后拦截到 就会自动的到这个地方 咱们打个断点 等会启动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是否能真的到那 然后咱们这块和打印了一条语句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出来 然后部署流程 看到能真正部署 把这个流程部署进来 咱们再顺便看一下 把这个流程 咱们把它流程给它设置一个k 这是咱们手动设置的 具体以后有什么k 这个k有什么用呢 咱们以后会详细解 k就是代表这个流程的唯一标识 就是给它起了个名字而已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咱们的数据库 看一下这个数据库里边 咱们用的数据库 这个是咱们那个 我昨天 我以前测试这个数据库 我把它先这个数据清一下 清一下怎么清呢 就是把这个里边的 咱们用过havenet的人 一定要知道 就是咱们这个 清的时候 这个里边是create 然后启动的时候 它自动就会没有 咱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这样 这种方法能不能清掉 把它 就咱们不做任何操作 看一下我启动的时候 会不会自动呢 把这里边数据清掉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我讲的整个过程 就是会给大家 就是我在边做边在讲 就是说让大家去跟着我去 最好去写 敲一下这个代码 我做的也比较慢 就是非常符合咱们平时的一个学习习惯 这就会大家会就是获取的知识的一个 就是非常的一个 能有效的去获取一个知识 我们看一下 然后打开浏览器 它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慢的 因为havenet的启动 包括实际启动都会加载很多东西 咱们了解havenet的时候 havenet启动其实是把一些主要数据 只要建立session factory 包括一些connection 它都会建立 包括实际 它会把这个mapping都会去拿到 就是咱们那些路线映射 它都会放到一个在本地缓冲里边 这个启动过程当然是很慢的 但是启动了以后 它的效率会非常高 这就是说 我把好多东西都放到本地缓存了 havenet也是用了一个缓存的 包括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也好 都会用到的 这些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去具体深入去了解一下havenet 然后大家看这些语句了吗 就是 这是havenet自动的打定这些语句 启动完了 咱们看一下这些 数据库是否自动清空了 大家看清空了 也说这个数据库完全是重建了一遍 里边数据都没有了 这就是咱们的havenet里边的一个特性 就是把这个设置为create 然后就让它去自动去重新 每次启动就重新建表 重新去清空表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作用 以后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开发过程中 第一遍你是需要重新建表的 以后你就不能用这个了 那每次这么干 一些数据就每次就会被清空的 咱们看一下 然后让它先进入一下主页 当然是localhost 项目叫jppm 然后先进入index.gsp 咱们叫jppm1 看到播出这个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 就能到这个 这个方法里边 咱们看是不是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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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调试 到这方法里边了 比如说咱们这个 首先这 这说明咱们是不 mvc这块还没有用错 就是说这个是不 mvc的映射是完全能找到的 而下部打印出这个 这幅串来表示进入这个方法 咱们下部就部署这个流程 调用这个方法 大家看 下边会打印出好多语句来 就是包括这些 insert的语句什么的 就是说这个在部署流程 整个过程中需要操作数据库 所以说要会出现这么多语句 然后把这个看见那么流程 咱们把流程的id打印出来 然后让它最后走完 然后它又回到了咱们这个主界面 就是咱们这个 整个的一个 实际上mvc加哈曼奈特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 然后呢看一下到底部署了吗 刚才的库子空的 现在看部署了 这就证明咱们这个部署成功了 具体这个每个这段代表什么意思 我会给在后来给大家详细解解释 大家看一下 最起码是咱们里边东西 基本上看的都熟悉 这都咱们刚才写的 咱们叫test的 k叫test的 id是test的一 咱们这个版本什么的 都是4.4 基本上看的都是咱们刚才用这个 jpdr定义的一些东西 说明咱们应该是没错的 然后部署完流程以后 下一步该怎么管 下一步肯定是要启动流程 也就是说部署流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 制定了一个规则 具体制定完规则以后 其他人就要执行这规则 启动流程就是执行规则 比如说公司里边 我要去定义的一套请假流程 这是定义 就是相当于部署流程 但具体执行流程就是 我要张三要请假 这就是执行流程 执行流程当然是用这个服务来 执行流程 它有一个方法叫 create 是它启动流程 by king 咱们是by king的 启动流程 它返回的是一个流程实例 这么一个对象 咱们把这个对象拿去拿到 咱们要打印这个对象的一个信息 把它引进来 咱们看到了大家这么多这个process instance 咱们一定要引用这个gppm这个的 前边这两个其实gppm的一个 相当于是gppm是基于它开发的一个规则引擎 咱们把这个引进来 然后咱们也打印一句话 然后表示它 咱们是进入这个方法了 然后咱们后边也打印一个 就是打印这个pi 把它的id拿到 这表示咱部署的一个成功了 然后让它返回 还是让它返回到主页面 index页面 然后这两个参数 大家看一下是怎么个参数 就是它instance by king 就是这个刚才就是咱们为什么要加一个king这个东西 刚才在这块 大家看我加了一个king 就是说这块启动流程式 我可以根据它去启动 当然还有其他启动方式 咱们就后来会给大家介绍的 但是主要是用这个 它的king去启动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有很多好处 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参数 第二参数 它里边说是可以用一个string类型的 也可以用其他类型的 大家看一下都有哪些类型的 是他 string的 map的 还有string和map混合的 咱们就 咱们这里边是用什么的呢 其实咱们就用map的 为什么用这个东西 咱们 咱们写完了以后 给大家解释一遍 大家看一下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map里边就是真正的向流程里边去传递一些数据 你想生活中几一个发起一个请假 它大体是什么过程的 比如说我要请假 肯定要是填写一下请假信息 比如谁请假 请几天假 请假原因是什么 你这个要给人提交一个请假条 肯定有这些信息 这个请假生活中是这样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代码中肯定也是这样 我去发起个流程 必须把这个流程信息去传递上来 但普通的方法 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map 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随机请假 那么 咱们叫随机请假 比如说张三 不是张三的吗 刚才那个是张三 咱们叫李氏就请假了 请几天假了 咱们就比如说前三天 原因是什么呀 比如原因是 病了 这就是咱们请假 然后你把请假条填好了 相当于是 然后OK 我把个请假条放进来 放到这个流程里边 然后提交上去了 dbpm就把你提交上去了 提交到哪呢 提交到可以提交到 咱们的张三里边了 咱们刚才这里边配置的张三能接受这个 他这个 所以说提交给张三了 咱们下一步看看张三能不能到底活去到 这一步咱们看看能不能提交过去 咱们看一下 提交不过去 提交不过去的一个标准就是 这个是id能不能生成 就是发起这个流程了没有 就是发起这个流程了没有 咱们看一下 咱们还在indings里边去写一个 提交流程的一个 咱们可以打个断点 看能不能过来 诶 诶 404 咱们看是为什么404 他 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这个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大家想一下啊 你看我404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我写完代码其实是没有重新部署这个流行这个服务的 没有重新部署这样咱们使用mvc是部署的时候启动的时候把那些mapping加载进来 所以你没有重新部署 说明说明你这些还没有加载进来 所以说是不能用的 所以说咱们必须怎么搞 必须给它重新部署一遍 重新部署一遍 这个就可以去这个映射地址映射就会夹着在内充里边就可以请求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咱们做测试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来看部署完了会提示一个部署完了一个 咦它都complete完成了咱们看一下可不可以用了 提交 ok过来了 咱们就这样的技术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咱们把这个清掉 然后进来了 咱们把创建这个全家单 然后开始发起流程 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 哎 报错咱们看报什么错 报错不可怕 咱们看一下怎么报什么错 就是说它这个没有 没有 这个 test 为 king的定义 咱们看对吗 没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定义呢 为什么没有定义呢 其实咱们这块king也是对的 看到了吗 也是test 为什么没有定义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库 里边这个流程定义已经给没了 就是说咱们刚才重新部署的时候 由于这个CAMER的机制导致它已经没了 这个 所以说 咱们里边还要改一下 不能让它就是平时运的时候 咱们就不能让它是create 每次都会把里边数据清掉 咱们就让它去 改成一个update 应该是 咱们 这样就行了 咱们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以后再重新部署一下流程 因为那个流程已经给部署 流程的那个刚才那个流程部署已经被删掉了 咱们重新部署一下 咱们等一下 咱们部署的过程中咱们把其他的几个这个都给它写好了 咱们提交 咱们提交 这块叫 查看 这块叫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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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好了以后咱们看一下 这块已经部署完了 咱们然后重新让它部署一下 先部署 走过来 不说 然后看一下数据库是不是有了 OK有了 然后咱们再发起流程 把这日清了 提交 咱们看这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OK没有问题了 入车ids7 过来了 这就是咱们的流程发起了 发起流程放到哪了 就是放到这里边了 这就是咱们刚才发起流程 看到了吗 将来这个表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表 咱们将来会讲到 流程发起完成了 然后下部分就是获取流程定义 咱们 把这几个 都给它写上 然后以后就重启一次就行了 获取流程第一怎么办了 就是查看流程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记得 当时李氏把钱加条提过来 张三怎么去拿呢 张三怎么去拿呢 咱们就用这个task server 当然是 第二 file 有这个file personal task 就是我找到我的task 输入我的名称 我叫张三 他返回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list的一个task 返回的是他 这个list 也就是我张三肯定不光是一个人 一个任务 可能有多个 所以说他肯定返回这个list 咱们把这个list引进来 把task 印进来 然后咱们现在就有一个 咱们就拿到第一个就行了 list 咱们输出一下这个list的里面内容 list get 第一个 咱们就现在就一个嘛 因为刚才就发起一个 get task 咱们看一下task id吧 让他返回到index 咱们拿到这个task了 这就是咱们这个获取过程 咱们看一下 咱们让他重新部署一下 部署了 然后咱们就让他去获取流程 拿到这个流程 任务的id 这就是咱们要做的 就是我张三要去拿任务 不是好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查看 咱们刚才没打断点 看到了吗 就是拿到11 就是我拿到了任务id 他就是11 就是咱们拿到任务了 这时候大家有个疑问 就是说我理事提交了个请假条 提交了理事呀 三天呀 并了这些怎么去拿 就是我到底要看 怎么去看这些东西 这里边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当然请假条 我要批请假条 当然肯定要看到这些请假条吧 拿流程那个 这个第一个就是流程的id 参数 后边就是要拿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要拿name task id task get id 拿到name了 咱们把这几个都输出来 让它打印出来 剩下的把其他的也打印出来 这个原因 天数就打印出来 咱们看看能不能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了 然后就证明就没问题 我看打印出来了 打印出来了 理事并了三天 这就是咱们省批这个整个过程 就说我省批 当时省批要省批是理事提的请假条 我必须把理事的请假条内容拿出来 怎么拿了就怎么拿 这就是咱们那个 Hallow World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拿 第三个就是要完成一个任务 我既然拿到了以后 我怎么去完成呢 就是说我都通过了 然后也是需要这个的 有个complete的方法 这个方法里边传的其实就是一个流程id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11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这就这么就这么简单 我把这个省批给通过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打个断点 然后让它去打一个东西 打个断点看能不能过来 完成 过来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OK 看报错了 它看报什么错了 报错可怕 发现错误 改正的就行 它这 咱们错误一般从最上边开始看 Cannot delete 它里边操作一些数据库操作不了了 咱们看 从直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错误 发现错误以后 咱们首先要想到的是百度 如果咱们自己能解决 当然自己解决好 自己解决不了的就百度 让开百度可以提一下什么 这一场和咱们的是一样的 它说着把Hepernet这个数据库方言 改成InnerDB的就好了 咱们改一下看是行不行 把它的方言 方言在哪 在这 原来不是InnerDB的 咱们改成InnerDB的 看看行不行 这个数据库方言 它就是不同产生的 它这个 重平部署一下 产生的Sircle语句也是不同的 咱们了解到 MySircle其实有好几种数据库类型的 InnerDB其实是一种 其中的一种 咱们看一下 改成InnerDB的方言以后 它是可不可以的 重新启动以后 咱们看一下 这过程比较慢 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一下 最后一步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咱们看一下 启动好了没有 启动好了 咱们看一下里边的东西 没有删除吧 诶 怎么会 还会删除呢 诶 咱们数据又给没了 诶 咱们先不管这些 咱们那就直接 重新部署一遍 之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 时间有点长 直接重新部署一遍 不影响 部署流程 提交流程 然后呢 查看流程 都是和咱们是刚才这些的一样 最后一步 就是咱们的 完成流程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日子清掉 complete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完成 OK 没有报错 返回到正确页面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改了 InnerDB以后 确实有效果 而且这个 怎么查看它 怎么确定它到底完成了没有 就是让它再 让张三 再去查看一下流程 咱们看看它到底 还不能能获取到 理事提交的情价条 走一下 点一下 查看 看一下没有 报错 报错是为什么呢 这个速度越界了 也就是说我这个张三 已经拿不到这list了 就是说我这get0这块就报错了 咱们可以打个段点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张三 看一下没有 大家看这个list 就是空的 也就是说张三的任务 已经被完成了 你刚才这complete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在拿的时候 这个任务就不是你的了 就你没有任务了 所以说类似的就是空的 空的这个list 咱后边做一些 相对于说对类似的 做一些操作 肯定是要报错的 这个报错也是对的 合理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Hello World的一个程序 整个是用 部署 开启 开始启动流程 获取流程 完成流程组成的 而且把这些服务 都注入进来了 其中有两个服务 是咱们以后会用到的 咱们这个Hello World程序 就不做演示了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整个的Hello World程序 大家把这个程序 掌握了以后 这个JBPM的 基本应用 就可以说 就是基本的一个 大体的思路 大家就通了 这课讲的比较长 希望大家去 好好消化消化课下 这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